豪门八点档,港星一直在,大家好,这里是蜡评圈 可以说,澳门赌王家族的故事就是一部一百集的电视连续剧 而三胎的女儿何超莲就像赌王家的一朵出水芙蓉 一直游离室外,专心做自己喜欢的工作 除了在时尚圈跑跑活动,就是创业开店,脚踏实地,口碑很好 对比二房姐姐的精明能干,女强人气质 以及四房姐妹的学霸明远峰 何超莲一直走都是情纯温柔风,深得父母的宠爱 三胎还曾将赌王赠送的定情信物一条豹子样式的钻石项链赠给他 从小他被保护得很好,心思也比较单纯 所以算是赌王家里与另外三房关系都不错的孩子 随着赌王的离世,他与男友斗销的恋情也一度被提上话题 当时就传言传出两人结婚之后会拿到五个亿 如果生个娃,还能再分得五个亿 而且斗销已经见过三太太陈婉珍 甚至还带着何超莲去加安大拜访自己的爸妈 所以双方家长也都已经见过 感觉结婚就是板上鼎鼎的事情 最近两人一起现身细安,而斗销老家就是细安 他这次带女房回老家,也是多方面认定女房的身份 两人很可能好事将近了 可是因为何超莲有着赌王之女的特殊身份 坊间对斗销嘲讽的声音要大过,称赞的声音 说斗销是要嫁入豪门,扶贫,妻贵 那么斗销真的想嫁入豪门吗? 1988年,斗销出生在西安一个家境英式家庭 父母经营着自己的生意,虽没当时远在港澳的赌王家族加大业打 但比起普通人要负义太多 他从小一时无忧,父母疼宠 三年后,何超莲和一母同胞的兄弟出生在香港 作为三房次女,他出生的时间很不作巧 恰好是四太刚尚未正得宠之计,三房备受冷落 笑他不能经常见到父亲 远没有未来男友豆香的童年过得幸福满足 何超莲在母亲一人称之羽衣下,落寞成长 而豆香在十岁左右就随父母移民加大 平时父亲会经常和他一起玩耍 教他坐禅,修养内心,送他去学习空手道 因此他能连续两年在空手道比赛中获得金银奖牌 顺风顺水长到16岁,豆香才遇到了一个小挫折 大江大豆香很快融入了当地的生活环境 原本能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 但不料家里却遭遇了一场倒劫 在父母还未来及把家里的所有财产存放到银行之时 豆香家里的全部财产被洗劫一空 也就在同一天,家里的股票也被连根折了 这就像是突如其来的一场灾难一样 一下子让豆香一家人从富裕的日子被迫变得窘迫起来 家被盗后就变得一无所有 母亲必须重新出来找工作赚钱 但江大不认可国内的文凭 所以母亲要重新上学考文凭才能工作 下年的豆香经常看到母亲都是在流着泪水 在写着作业 父亲一个人担起了家庭开销重担 为了减轻父亲压力 从16岁开始豆香就边读书边打工赚钱 最初的时候豆香只是为了完成学校布置的32个小时的义工经验 所以就去一家发型店里当起了义工 32小时义工完成后豆香并没有辞职 而是从一个扫地工做到了吹发型的师傅 也就开始能收小费赚钱了 而为了能够赚到学费的钱 豆香更是一天打三份工 从早上9点到下午6点半是发型师 晚上7点半到11点半是夜市的舞台灯光音效 之后再跑到一家台湾餐厅里给别人备餐洗菜 半夜2点才能回家睡觉 在20岁之前豆香一直在读书与打工的生活中来回奔波 但她却乐此不疲 命也在20岁那年开始慢慢发生转变 还在发型店做发型的豆香 有一天陪着朋友去报名参加一个叫做阳光男孩的比赛 当时朋友没有被入选 但豆香却被入选了 一路拼搏斩棘 豆香在比赛中获得了冠军 豆香也不晓得如果回到国内会怎样 但听闻各房间以后还是糊里糊涂地回国了 回到国内后豆香报考电影学院 而且意外被录取了 此时刚满17岁的何超莲则情窦初开 正在英国读书她与同学徐玉衡搞点恋爱 这小情侣见过家长 玩手出席晚会 男方家经营电子生意 被媒体暗讽 门不当户不对 但赌王笑容满面 脸声呱赞 只有三太咬定 两人是朋友 没恋爱 还是素人的豆香 并不像何超莲这么被人关注恋情 她仍是认真学习姿态 为演员梦暗暗积累实力 同一时间 何超莲这一边也开始水神火热 赌王意外摔交入院 几次传出病危 整个家族陷入夺产之争 她看不惯二房四房欺负母亲 便站在三太身边挨个回击 当然这也没耽误她继续谈恋爱 她和年轻帅气的新男友一起去医院 探望赌王 以此好事将尽 结果被网友扒出 男方私生活混乱 这段恋情再次无疾而终 两人都倍感忐忑的一年 窦霄是准备着迎接光明未来 何超莲是需要随时应对未知的家庭战争 2010年 一切拨开云雾见月明 窦霄凭借着代表作走进大众视野 赌王的病情也稳定下来 家产之争告一段落 何超莲恢复了吃喝玩乐的生活 她迷上了追星 并且爱上彼此一大12岁的五颗群 从深圳的演唱会追到台湾的商业活动 她如愿以偿地拿到了偶像的联系方式 开始勇敢倒追 2011年8月 媒体拍到 吴克群开着豪华跑车 在何超莲 夜游杨明山 约会的证据摆在眼前 但吴克群避而不谈 始终不承认赌王千金是女朋友 何超莲不慎在意 依旧为支持偶像穿同款衣服 在社交平台与其打情骂俏 经历了阿娇 徐若轩嫩魔等绯闻 2014年 吴克群才终于承认 何超莲的女友身份 奈何公开未满一年 吴克群又以崇尚不婚主义为由 提出了分手 狠狠伤了赌王千金的心 因此今年周杨青思罗志祥时 何超莲触及往事 还出面帮闺蜜说话 你经历的 我也经历过 我知道那有多痛 虐恋情深 相反逗小贤的格外平静 他专注演各种电影 必定大制作 电影出身的男主 不缺资源 影外每一部都没有什么热度 也不影响 他接下一部戏 人气渐渐沉寂 他也完全不着急 连综艺都不怎么接触 在这个消耗演员的时代 我的工作和生活 只想温火慢顿 工作之外 他和另一位附加千金 程晓月传出了一段恋情绯闻 仍是2014年 程晓月先是现身 杨幂刘凯薇大婚现场 随后低调捧场 逗消主演电影 狼图腾的发布会 引起一篇猜测 但转年 程晓月就和郑凯合照 公开了恋情 两人一起出席了 黄晓明 女安吉拉贝比的婚礼 吹打破了与豆霄恋爱的传闻 而豆霄和西蒙瑶越走越近 他们自从携手走上 嘎那电影节红毯之后就变成了朋友 经常亲密互动 一起约饭晒合照 还一次见家长聚餐 搞大家都以为两人已经走在一起 拿至2017年 西蒙瑶认识了赌王四方儿子 何友军 两人出游约会的照片被拍 又一起参加真人秀 怀孕结婚生子 两年的时间成功嫁入豪门 他和豆霄的绯闻也就不了了之 2019年否认了与霍家子弟 霍启山的恋情后 何超连已经诞生三年 当他和豆霄拥抱热吻的视频 突然传出一时继前层浪 豆霄大芳芳承认恋爱 西蒙瑶也立刻澄清 我和豆同学是彻底这位的同事关系 豆霄和何超连都不在意这些纷纷扰扰 双双线如热脸 今年疫情封闭在家 两人似乎也一直在一起 七年第一天 他们晒出一起健身的视频 隔空向网友撒狗粮 今年七月 五月底 试试的赌王和鸿燊在香港举兵 三旁出现时 豆霄全程陪伴在何超连及三太左右 如此重要的场合 坦荡荡出席 若无意外 想必两人好事将尽 虽然大家都不知道 何超连和豆霄相恋的点滴滴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两人现在非常恩爱 何超连也终于可以勇敢地向大家秀恩爱 从过往的情商中走了出来 豆霄的细心贴心 也让何超连感受到了安全感 在感情中 有的时候的确是不公平的 就像何超连和吴克群相恋的时候 因为他爱的更多 可能被爱的就不会很多 但是在爱情中 何事又非常的重要 尽管霍喜山对他很好 他还是觉得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 不能强求 正所谓 强硬的瓜不甜这句话 而对于豆霄 两人无论是三观还是其他 都觉得对方是那个可以共度于生的人 这又给了这段感情打稳的基础 说到底 只要两个人过得幸福就好 用众多财富固然是好事 幸福是用钱买不到的 赌王何鸿生 富可敌国 最后还不是只有赤裸地离开 他唯一拥有过的就是曾经的幸福与文情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辣妹的视频 就请多订阅和关注 辣妹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明星背后的故事哦